好,这一题它叫我们找这个Y等于NaturlogX 从这个10到这个小11它的这个长度 那这个Naturlog对数的图形呢,大概是像这样子的 那么10是在这个点 10大概在这里 那么小1呢,2.7多大概在这里 换句话说呢,它叫我们求的呢,就是这一段 它的这个长度,这一段的长度 那这边这个点呢,是小11 小11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啊 我们也是一样分成三个阶段来解题 首先呢,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呢 先把这个公式需要的这个 Y对X把它微分出来 那这个微分以后呢 NaturlogX微分变X分之一 那接下来呢,这个根号 1加上DY除以DX的平方 它就是呢,根号 1加上了X分之一的平方 也就是X分之一 那你把它通分以后啊,它就变成呢,根号 X平方分之X平方加1 那底下这个X呢,你可以把它开根号出来 就变成X 那上面呢,就变成X平方加1开根号 那所以呢,我们这个曲线的长度 L哦 我们把公式写下来哦 它就是呢,由A积分到B 对这个根号 1加上呢,DY over DX 它就是呢,对X的平方 的平方下去做积分 那以这一题来说的话呢 就是呢,因为是对X 所以它的范围是从1到小1 那么,这个根号 根号1加上这个 DY over DX平方 它就是这一个式子 它就是这个式子 所以我们把这个式子呢,把它带进来 它就是X分之呢 呃,这个 根号X平方加1 好,根号X平方加1 好,那么这样子呢 第一个阶段呢,就完成了 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要下去呢 想办法把这个积分呢,给它积出来 那,所以我们进入到第二个阶段 那这个积分,我们先处理它的不定积分 那么,首先呢,就是它分子 我们看到它是根号X平方加1 所以这一题呢,我们必须要再度的使用三脚带换 那X平方加1要变完全平方 我们就令X呢,让它等于呢 这个tgc档 X等于tgc档 那所以呢,这个 根号X平方加1 它就是根号 tg平方加1 X就是tg 所以,你可以把它写成tg平方c档加1 那tg平方c档加1呢 就是tg平方 加1就是second平方c档 那开根号出来呢 它就剩下secondc档 那接下来呢,我们等一下变数变换呢 dx呢,也要换掉 所以呢,从这里出发 把X为分 就是把tgc档为分 那tgc档为分呢,它就变成second平方c档 dc档 好,所以现在呢,预备动作都做完了 那因此呢,这个积分我们可以开始来处理的 就是这个X分之呢 根号X平方加1 dx这个积分 那这个积分呢,我们就使用变数变换 这个分母这个X就把它换成tgc档 那分子呢,这个开根号 根号X平方加1就把它换成second 就把它换成second平方 secondc档 接下来呢,这个dx dx呢,就根据上面这个dx 维分4哦,把它换成呢 second平方c档 dx档 把它换成second平方c档 dx档 好,那接下来呢 这个积分哦 稍微有点技巧哦 就是说呢 首先呢,就是 second平方哦 我们现在这个积分要做出来呢 我们必须把这个second平方哦 把它转换成这个 前面这一项我们就不动它了哦 我们把这个second平方呢 把它转换成这个1加上tg平方哦 好,把它转换成1加tg平方c档 好,然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 乘开哦 那乘开以后呢 这个第一项哦 它就是 secondc档 tg secondc档 secondc档 除以teng 再加上呢 这一项乘到第二项去哦 teng跟teng 消掉一个哦 所以它第二项呢 就会变成secondc档 乘以呢 teng c档 乘以teng c档 然后再dec档 好 那么 这个second除以teng 它就是cosecond 这个就是cosecondc档 这个三角 这个比例的关系 second除以teng 就是cosecond 然后再加上这个secondc档 乘上teng dc档 那所以呢 这样子呢 就可以积分了 因为呢 cosecondc档 积分以后 它就是nature log 这个cosecondc档 减掉cot tg 这是积分公式 那第二项呢 second乘teng 积分以后呢 就是second 这个也是公式 最后再加一个常数c 加一个常数c 所以呢 这个积分 积分变换之后呢 三角再换之后 我们就把它积分出来 那因为呢 等一下要带入x 所以我们这边还要再把它换回来 那还是从这个式子出发 就是说呢 现在 这个当初的设计呢 就是 这个tgc档就是x x就是1分之x 所以呢 我们画一个三角形 画一个直角三角形 如果你把这个角当c档 那么因为tgc档 它的比例呢 是x比1 所以呢 我们可以把对边当x 这个0边当1 那所以我们就知道 它的斜边呢 就是x平方加1的 这必是定理 那所以呢 三角形三个边比例关系 出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 把这边的东西通通换掉 那这个cosecond c档c档呢 它就是呢 对边分之斜边 所以你可以把上面这个cosecondc档 换成对边 对边这个x 分之斜边 斜边是x平方加1 然后减掉呢 这个cotangin c档 那cotangin c档呢 就是tangin的电倒 也就是x分之1 x分之1 好那再加上呢 secondc档 secondc档呢 是0边分之斜边 所以secondc档 就是根号x平方加1 好再加c 所以呢 这个不定积分呢 这个步骤 就做到这里了 就做到这边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解这个定积分 就是刚才这第一个步骤 也就说呢 我们先把第二个阶段的这个 先把它写下来好了 所以这一题 它的这个曲线长度 就是由1积分到小1 那对什么东西做积分呢 对这个根号 1加上呢 dy over dx 平方 开根号 下去做积分 那这个积分式 我们刚才看到呢 就是这个 它的不定积分结果呢 就是这个式子 所以我们把这个式子呢 把它放过来 它就是nature log 好 这边我们就把它合并一下 它就是x分之呢 根号 x平方加1 再减1 然后再加上呢 这个根号 x平方加1 好 那这是它 这个 不定积分的结果 那现在定积分 后面不加c 挂上下线 1到小1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小 上线代入 上线代入呢 它就变成nature log 这个小1分之 根号 小1的平方 加1 再减1 这里有个平方 这个上线代入 再加上根号 小1的平方 再加1 这上线代入 减掉呢 下线 1带它去 这个1带它去呢 分母是1 分子呢 是根号2 减1 所以它就变成nature log 这个 根号2 减1 好 根号减1 然后再加上 后面这个呢 根号2 根号2 所以这一题呢 最后答案 其实表达成这样 就可以了 那你要 去挂号呢 就再把它挂号去一下 再把挂号去掉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